很多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会有一个感觉 觉得除了创世纪 其他的呢 都是讲犹太人的历史 那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 跟我们西方人没有关系 跟我们美国人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读旧约圣经 但是呢 你知道英女王 他说英国之所以伟大 就是因为这本圣经 所以他所讲的这本圣经 不是把旧约圣经撕掉 它是包括了旧约圣经里面 所以这本圣经是很重要 那里面能够使一个国家兴盛 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的态度 有错误 有错误的态度的话 我们就渐渐的衰亡 本来呢 就衰亡的 但是呢 因为有了圣经呢 我们可以兴盛 所以一个人衰亡就 不是上帝的圣经使他衰亡 是因为他本身呢 没有跟随 整个真理的教导 我们认识圣经 认识真理 我们不能够片面去认识 我们是要全面 所以呢 你知道旧约圣经呢 是占了整本圣经的百分之七十的蝙蝠 那新约圣经呢 只占了大概三十个蝙蝠 所以我们呢 不能够轻抚旧约圣经 那你说 那我看不懂怎么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主学 的确他是先写给犹太人的 但是呢 你会发现旧约圣经里面呢 不单是有犹太人的出现 也有了外邦人 譬如说越伯记 越伯记呢 他本身呢就不是犹太人 那你不能说越伯记是写给犹太人的 不是 是犹太人反而要读一个外邦人的历史 外邦人的传记 外邦人对神的经历 因为敬畏上帝不只是犹太人 也有外邦人 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以外 中国人古代也是信上帝 我们圣经里面说 无论哪一国 那信奉敬畏上帝的人 都是蒙神所悦纳的 上帝就把越伯记放在圣经里面 就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代表 表示外邦人都是神所悦纳的 那今天呢 如何阅读旧约圣经 如果你要看参考书 他会告诉你好几个重要的地方 今天我只能讲一个 而且呢 这一个呢 也公认为 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这个今天呢 这个重点呢 就是阅读旧约圣经呢 必须要与耶稣基督有关系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重点 那我们呢 就今天是就要概论 如何阅读和理解旧约圣经 那我们呢 要注意一件事情 旧约圣经 我先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呢 丢出来 跟大家讨论一下 圣经里面 我们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圣经故事 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击打磐石出水 天降马拉 然后呢 当然过红海啊 这故事少不了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摩西击打磐石 然后磐石出水了 让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 有水可以喝 因为旷野是真的是很干旱 很热 没有水的话会死人的 神呢 就在一个干旱的地方 而且在光秃度的磐石 就第一次磐石出水 神就对摩西说 用你手上的杖 击打磐石 所以呢 摩西就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击打磐石 磐石就有水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怎么说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 在哪里说 我们百姓在那里甚可 要喝水 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病生出 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 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然后呢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和华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前这样行了 所以第一次摩西遵循上帝的吩咐 是用杖 是击打磐石出水了 那这种神迹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就发生了两次 那第二次的时候 你看看是怎样 第二次是记载在明述记第20章 2到13节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那这次比先前厉害 先前来是埋怨 现在是攻击 有暴力行为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拿着杖去 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 大家注意我红字的地方 这次神说要吩咐磐石出水 水就从磐石流出来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我们再看下去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逼不得领着会众 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这一次击打磐石 没有上帝的吩咐 第一次上帝跟摩西说击打磐石 但是第二次神说要吩咐 神没有叫他击打 结果后来摩西就因为百姓 对他们不然是发怨言 而且想攻击他们 所以摩西也很生气 所以我选了另外一个图 就是摩西这个样子是有一点生气 很愤怒的 然后按照他先前的经验 他是按照他先前的经验 他忘记了刚才上帝跟他说 吩咐磐石 他是按照第一次的经验 第一次是击打 所以这次他因为入气冲昏头了 所以忘记了神 神说是要吩咐磐石 所以摩西就打磐石 到来了上帝还是照他的应许 叫磐石出水 但是摩西和亚伦这次就理亏了 为什么呢 上帝说我明明叫你吩咐磐石出水 为什么你击打呢 你就是在以色列人面前 就不相信我 不遵我为生 你还是靠从前的那个经历 不是 这次我是叫你吩咐磐石 你不要靠着过去属灵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活着 我们不要靠着过去属灵的经历 我们必须要听神的吩咐 要有新的经历 你一直留在过去的经历了 是不对的 而且你凭着过去的经历 单凭过去的经历 属灵的经历来做事了 这往往会有危险出来 因为你没有照着神 给你一个新的吩咐去做事情 所以信徒不要常常留在过去的经历 然后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的就是 为什么磐石出水 击打磐石 只能一次 不能两次 两次就犯规了 圣经怎么说呢 那请大家看下一个投影片 耶稣就是那磐石 如果耶稣就是那磐石 磐石被击打就出水 那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耶稣说牧人要被击打 扬作分散 但是他这次击打的话 神的救恩就会在他身上成全 而且把这个救恩会流到全世界 所以这个磐石是预表基督 然后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讲呢 那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凭空幻想 我记得聆听的时候 叫小孩主学 然后小孩唱一首歌 他说Jesus is the rock Jesus is the rock 那我就让我想起 摩西击打磐石 那个磐石呢 就是耶稣 怎么能说呢 在哪里圣经有讲呢 请大家听我来念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四节 他说我们的祖宗啊 就指刚才以色列人在旷野 那保罗是说我们的祖宗 保罗是指犹太人的祖宗 因为他是犹太人嘛 这本书是保罗写的吧 保罗说我们的祖宗 从前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零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解释必须要有圣经根据 圣经说他们喝了一样的零水 这零水呢就是那磐石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原来神的心意 就是那个磐石 这件事情 为什么上帝是要摩西击打磐石 不是击打那个土地 土地有可能有井水出来啊 你说有石头出来水了 那是罕见的事情 那是神这样吩咐摩西 原来这些历史的经历 是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预告 他是磐石 他是Jesus is the rock 他是很坚固 但是在上帝的吩咐之下 他破碎了 在上帝的命令之下 他破碎了 他死了 他成为了我们的救恩 所以呢那个仗只能击打这个磐石一次 不能两次 两次呢就违背了上帝的心意 因为上帝是要他的儿子一次赎罪 叫我们永远成圣 一次的死 注意让救恩从他的生命当中 因他的破碎而流到万民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清楚了 原来呢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这个磐石出水的经历 他是一个作为将来救恩的一个预告 神的儿子被击打只能一次 不能两次 两次就犯规了 那我们呢 就开始会理解到 哦原来呢 救约圣经许多的事情啊 都是以将要来临的救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所以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说圣经的中心就是基督 从前的人他们会他们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原来神安排他的经过这些经历 这些受苦是预告了将要来的那位救主 也会这样先受苦 然后得荣耀 先被击打 然后救恩 从他那里流出来 那很多人不知道 救约圣经那些故事 原来呢 是预告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先受苦 然后呢 后来才把救恩带给全世界的人 这是魔鬼也想不到的 所以呢 大家读救约圣经的时候 必须要理解到为什么上帝这样安排 上帝这样安排的所有圣经的内容 都是为着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刚刚读到那个保罗说 他们在旷野也吃了一样的零食 这个零食呢 就是因为为什么叫零食呢 是属灵的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虽然他是物质 但是因为呢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是神给的 所以是分别为神的 所以也可以称为属灵 所以这个零食是指什么了 是指玛纳 玛纳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 而这个玛纳呢 是预表将要来的耶稣基督 那我们来看那个经文 约翰福音第六章 49到51 他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他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了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的生命所吃的 约翰福音第六章49到51 所以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们说 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会死 然后他说天上降下的粮 就是我的肉 我的血 是为世人的生命 赐下来的 所以耶稣就把旧约圣经的那个玛纳 来比喻着 告诉他们这个玛纳 是预表了他的身体 他的血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bread of the life 你们的祖宗吃了 死了 但是吃我的人 领受我的人 就不会死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的所谓吃耶稣的血 是领受耶稣 接受耶稣 如果你真的信耶稣 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主 你就会有永生在你里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说是永远不死的 所以玛纳就是预表耶稣 我记得我从前我听一个故事 那个时候在澳门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 他说有一天他的师母出去了 有事情 他一个人在家里看孩子 同时也要预备讲道 他为了让自己能安静预备讲道 因为小孩还小 就给他一些玩具 希望他安静在那里玩 不要吵他 后来他就给他一个pustle 一个拼图 那个拼图蛮难的 因为不是人的拼图 是什么了 是一个世界地图的拼图 他就跟小孩说 孩子啊 你乖乖 把那个拼图拼好 然后孩子就很专心在那里拼图 他就在那里专心的写自己奖章 结果没几分钟 孩子就说爸爸我拼好了 爸爸说我才坐下来 都还没预备我的奖章 你就已经做完了 他说你怎么那么快啊 那孩子说爸爸你怎么那么傻 这个拼图很简单 你看到这里也是什么地图 我看不懂 但是我懂的是后面 那个地图后面有一个人 我翻过来 拼 结果拼好以后我再翻回来 我就拼好了 原来是这样 看看这个地图后面真的是有一个人的样子 原来你按着那个人的样子去拼 你就能够把世界的地图拼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把无论你读到旧约圣经 哪一卷书 你把耶稣的形象拼出来 你拼得到了 你就懂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故事就启发我们了 基督是旧约圣经的影子 基督是旧约圣经的中心 旧约那些人所经历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经历 但是神是为人的生命了 定了一个蓝图 这个蓝图就是基督 因为基督就是真理 你要按着真理去生活 你就会经历基督所经历的 所以基督的经历是什么 先受苦后得荣耀 你看看旧约圣经很多伟大的 神的仆人使女 他们都是先受苦后得荣耀 越伯为什么受苦 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人生的路是这样 但是后来神祝福他 后来的荣耀比先前更大 摩西也是先受苦后得荣耀 亚伯拉罕也是 还有圣经另外一个人 约瑟 约瑟更不用讲了 他被卖到埃及 但是后来他成为宰相 这是最像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也给我们看见说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人生很苦 你有没有想过 上帝也为你的人生定了一个蓝图 要你像基督 所以你现在所受的苦 你不要怕 你要忍耐 神对四美拿教会说 你要受患难十日 我要你忍耐 忍耐到底 因为我必是给你生命的冠冕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故事记下来 将来读圣经的时候 无论读到哪里 希望你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故事拼出来 然后你就会问 为什么他们这些经历 因为这是神所定的人生的轨迹 人生的轨道 那我们来看 我刚刚说 基督是圣经的中心 基督是圣经的中心 我们来看第一个 旧约圣经是基督的影子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读旧约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有耶稣基督的影子 如果你读了圣经 没有办法帮你认识耶稣基督 那你读的有一点冤枉 因为旧约圣经蛮长的 读的时候应该要让你认识 你的旧主耶稣基督 旧约圣经是基督的影子 你会看到摩西身上有基督的影子 举个例 摩西他是怎么样了 他生在犹太人以色列的家庭 后来他出生的时候 法老王就叫屠杀 屠杀很多的犹太人 出生的家庭的婴孩 那摩西不知道为什么 他出生就在一个患难的时期 怎么那么遭殃 你会想过 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 西律王也是屠杀很多的犹太人 很多的孩子 所以这个情形是一样的 为什么 这是魔鬼 知道摩西 神所拣选是一个救主 所以 魔鬼要想把他吓死 但是神拯救了这个孩子 正如启示录所讲的 耶稣出生 魔鬼借着西律王的手要杀他 神却保守了他 然后启示录说 神把这位救主 现在在哪里 已经不受迫害了 他已经在上帝的右边 在神的宝座那里 所以我们就看到 就是说摩西的故事 有耶稣基督的影子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你好好去揣摩 好好去思想 不要想说 这是犹太人的故事 跟我们信仰无关 非常有关系 你如果好好去思想 你的灵命会得到很大的造就 然后再看了 就是俱乐圣经有很多基督的例子 亚当夏娃的衣服 也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义袍 所以罗马书说 我们要披戴基督 我们在神面前就称义了 然后还有了 就是旧约里面所有的记 都是预表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记 基督能够叫我们 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 赎罪 基督为我们赎罪了 可以叫我们可以到神面前 弄约纳 然后第三 就是圣经里面 圣所里面所有的物件 都是跟基督有关的 是有基督的形象 然后旧约人物 很多都是预表基督 就是亚当 摩西 约瑟 约瑞米 就是亚当 摩西 约瑟和 约瑞米 这些都是预表基督 有基督的影子 然后旧约如果是基督的影子 新约就是基督的实体 所以基督在新约时代 他亲身来到这里 然后后来的 那四福音以后的书信呢 就是描写那个曾经来过的基督 怎么样把丰盛的生命赐给人 叫信他的都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 好 然后我们再看 然后旧约是预言救主来临 那新约呢 是既在救主来临 所以一个是预言 一个是应验 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 必须要找到这些的元素 然后呢你才会读得懂 那请大家来看一节圣经 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 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请记得耶稣所讲的这经 是指旧约圣经 因为耶稣的时代 新约圣经还没写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旧约圣经 是你如果好好去读它 你会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旧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你读完旧约以后 人真的去读旧约的话 旧约圣经 藉着圣灵的感动 人会来到耶稣面前 认识他 相信他 而且得生命 所以耶稣说旧约圣经 是为他做见证的 这就是圣经写书的目的 圣经是为耶稣 做见证 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 圣经使人认识基督 圣经离读旧约圣经 会让你认识基督 然后圣经使人得着基督 圣经使人学向基督 所以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要读旧约圣经 因为旧约圣经写的基督是很丰富 新约编富比较小 但是你觉得好像味道不够 那你去读旧约圣经 因为它里面所包含的 所给我们看见的基督了 内容实在太多了 圣经是叫我们像基督 彰显基督 首先那个创世纪第一章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所以神造人的目的就是 要按照他的形象 希望人彰显神的形象 而基督就是上帝的荣耀 所以人被造出来的时候 神早就赋予他 给他使命 你要把我在你身上的那个荣耀的形象 要彰显出来 这个荣耀的形象就是基督 所以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每一个人应该要活向基督 这是神所定的一个生命的蓝图 那生命的蓝图不是你自己定的 也不是我定的 是神定的 你看看那个天 我们宇宙当中那些行星的轨道 是你定的吗 不是 是上帝定的 每一个行星有他自己的轨迹 人生的蓝图也是一样 不是由你定的 生命的轨迹也不是你来引导 所以你人生的遭遇 也不是由你来决定 是神引导你 然后神会让你走向一个轨迹 这个轨迹是跟基督相似 那当然你说我不要走这个路 我要走自己的路 我不要先受苦后得荣耀 我就一直要得荣耀 没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路 这等于是一个破轨的行星 他就在那个宇宙乱飞 最后就碰撞 毁灭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要跟随宇宙创造者的指引 来过我们的人生 人生命要向主 因为如果要跟从上帝的轨迹 就一定要向主 结果会怎样呢 向主的结局是永生 那你说我不要向主 我要过我自己生活 那结局就是灭亡 在圣经里面灭亡了 就是用了一个词 叫枉费生命 那个犹大说 为什么要把这些香膏要倒在 这个人身上了 这可以卖三十两银钱 真的是浪费了 这个浪费这个词 就是耶稣用来 他说 如果人呢 不跟随主 就是枉费生命 是同样的意思 这是犹大用错地方 基督说 我们如果我们生命 像他 那你就知道 你的生命是有价值 所以我也是提醒弟兄姊妹 如果你觉得 哎呀 我现在好像是因为真道而受苦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要高兴 你要喜乐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才像主 结局就是永生 那但是如果那 你是被像主的 是目前是可能很舒服 但是呢 结局是灭亡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 帮助我们 我们来读一下 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来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你看到没有 保罗说 神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要效法神的儿子的模样 那如果你去效法他的模样 你就被神称为义 不然是称为义 而且又得荣耀 所以原来耶稣是神 设立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他是坐在历史的中间 历史之前 就是新月 历史之后了 就是新月 旧月的人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 先受苦后得荣耀 因为他们是预告 那要来的那个真实的救主 真理 因为真理就是这样 真理是先受苦后得荣耀 所以在新月以后的人 他们也都是会像基督一样 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生活 你也是先受苦后得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觉得 为什么一人受苦 其实就是因为真理的本体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学像基督 你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形象 没有一个公益良善的结果 不需要付十字架的代价 所以为什么耶稣常常对基督徒说 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有痛苦 有代价 才会有荣耀 有美好的结果 一个孩子 年轻的时候不好好读书 不愿意受苦 请问他将来他会得荣耀吗 不会 这就是连世界的人都懂得了道理 因为这种道理 本来就隐藏在宇宙的当中 神就是真理 他这个真理就在基督身上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盼望了 就是基督徒 你现在你好好爱主 好好传福音 甚至遇到人反对 也不要怕 因为最后一定有美好的结果 十字架的背后 十字架的前头就是冠冕 就是荣耀等着我们 所以我盼望大家 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那个 必须要以基督作为圣经的中心 然后作为圣经的最终 读圣经的目的 因为圣经 耶稣说 这些经就是为我做健身 你们读圣经 读了那么多 竟然不认识我 也不愿意到我面前来得生命 那这一辈子就 网读圣经了 所以我也是提醒丁子妹 好好读旧约 在旧约圣经里面读到基督 领受基督 因为旧约圣经里面 有很多基督的形象 在新约因为受蝙蝠的限制 没有办法全讲 但是新约圣经给了我们原则 让我们可以用利用原则来去读旧约 然后发现里面 里面有基督很多的荣耀 好 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 哈